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印度 印度因为修正公民法 这个全部的法律叫做公民身份修正法 而爆发了广大的抗争 抗争来自于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众 一大群的民众并不同意莫迪将一些新的从孟加兰来的印度教的移民 直接的变成印度人 他们认为这些人将会侵犯当地人的权益 这是属于印度教 也是属于原来印度当地民众的抗争 而另外一大群人是穆斯林 印度本身有80%都是印度教的居民 但是仍然有20%是其他宗教 其中穆斯林占很大宗 莫迪总理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理 事实上他第一任的政绩并不好 他第二任连任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印度教成为国教主义 而作为一个国教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会和民主政治是冲突的 由于印度本身在美国是属于在亚太战略里头所谓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就是印度是美国很重要的盟友 所以印度本身的很多可能是迫害人权反民主的行为 不会在美国也不会在西方媒体里头成为主要批判的角色 直到这一次的公民身份修正法实在是闹得太严重 才成了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 是8月5号被印度政府封锁至今 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家的清真室就遭关闭 严禁信徒群聚祈祷 这等于扼杀了他们的信仰 这种态度已经变得更严重 和更严重 在现代的BJP法律 当印度国家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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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什米尔还是有小规模的抗争冲突 因主打印度教国族主义 让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赢得今年5月大选 而如今的莫迪 与2014年刚上台时 主打经济牌的庶民形象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专家 瓦旭纳夫说 这才是莫迪真正的面貌 纹士尔和她的国家 是跟申马赢得清ści拍摄的 法律 我思练的一方法以 loaded 东西的文化和保证 自己是近我是真的 国家等104亿兑亡人士 80%的人是印度人 所以印度人 應該穿著印度人 為榮譜 所以這新的移動 是在維持著 BJP的基督徒 梅迪深深信 事實上 在2002年 莫迪主政下的印度古吉拉特邦 爆發宗教衝突 但莫迪對暴亂毫不作為 更被認為是放任印度教徒 對穆斯林展開報復性大屠殺 造成上千名穆斯林死亡 美國也因人權問題 在2005年拒發莫迪的訪美簽證 直到2014年 莫迪當選印度總理 在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 亞太在平衡政策需求下 對莫迪解禁 似乎也抹去了他曾經的人權問題 然而莫迪對印度穆斯林的打壓 卻有正無解 印度東北的阿薩姆邦 至上週以來的大規模抗爭 已至少造成兩個平民死亡 七名警察受傷 官方寄出於稍早 平定克什米爾的手法 封鎖了阿薩姆的網路 並實施戒嚴控制局勢 而人們走向街頭 是因為印度國會通過一項 爭議性的公民法修正案 這項公民法修正案 允許在2015年以前 應受到宗教迫害 從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三國 逃到印度的印度教、西克教、佛教與天主教徒等非法移民 可以取得印度公民身份 但是排除了穆斯林 印度內政部長夏哈被認為是印度教國族主義的狂熱派 他在國會為法案辯護 宣稱新法不影響穆斯林公民 但反對者認為 這是對穆斯林的歧視已違反了印度憲法 出 阿查姆是印度僅次於克什米爾 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地區 也是全印度非法移民最多的地方 而这里的种族与宗教复杂 有说阿萨姆语的本土印度人 非法移民里 许多是来自孟加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 而他们被当地人认为 破坏了阿萨姆本地的文化 抢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 莫迪所属的人民党在今年大选期间 就提出要解决非法移民 给当地带来经济冲击的证件 8月就在阿萨姆推出新的国家公民登记册 一夜之间 190万人成了无国籍的黑户 许多人更直接被关进居留所 但问题来了 国家公民登记册所认定的非法移民 还包括大选期间力挺执政人民党的 孟加拉伊印度教徒 为解决这一问题 人民党这才提案修正公民法 放宽这些非法移民罗 因为在一国的印度 现在有一个程序 建立一个积民的纪念 几乎2万人 已经被禁止了 一大部分都是印度人 所以这策刑是 给这些人的路 反而挖東牆補西牆的修法 引來的是各方的不滿 在阿薩姆 抗議這法案的不止穆斯林 當地極端印度教國族主義者也發動示威 抗議莫迪為非法移民大開方便之門 違背了選前的承諾 但更嚴重的抗爭來自於新公民法 歧視穆斯林的示威 首都新德里的示威 在上週末演變成暴力衝突 警方攻入國立伊斯蘭大學校園 在圖書館發射催淚彈 學生更被強行拖出暴打 鎮壓大學生的衝突 旋即引發全國怒火 至少是七個城市爆發示威遊行 北方幫首府勒克勞 一間警局遭穆斯林大學生圍攻 東北西孟加拉幫首府加爾各達 更由首席部長班納吉帶隊上街 而在本週四 美印與華府舉行外交與國防二加爾對話 外界原本預期美方會為印度 穆斯林人權問題發生 但新德里似乎已加強 與美國的印太防務合作 並以20億美金的軍購 堵了華府的嘴 在會後的記者會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說 這事交給印度人自己解決 有一時報說 相較於蓬佩奧對大陸新疆穆斯林人權的抨擊 美國對印度這重要的戰略夥伴反穆斯林的政策 保持了沉默 而印度反對國民登機車與新公民法修正案的抗爭持續 過去兩週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抗爭更蔓延到印度全國 但莫迪並不打算退讓 大局收捕世衛學生與群眾 包括在印度受人景仰的歷史學者 也是甘地傳記的作者古哈 而印度新德里和一些城市 還實施一條英國殖民時期的法律 禁止四人以上機會 更大範圍的封鎖網路 嚴控各地的示威串聯與蔓延 而這是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現狀 越來越多的人不不禁令走上街頭 分析也認為 一旦兩項法律推廣到全國 印度將產生穆斯林難民的人道主義危機 在印度教國族主義操弄下 一個本該是多元的美麗國度 卻變得如此對立和濕烈 而印度近兩億人口的穆斯林 成了二等公民 被徹底的壓抑與邊緣化 國際政治的利益至上 在前兩個禮拜看起來美中關係好像即將一觸即發 從香港問題到新疆問題到美中貿易談判 接著雙方戲劇性的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之後 本周川普和習近平兩個人再度的用熱線談話 時間是在12月20號 12月20號的時候 川普直接在推文宣布 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 通話的內容 第一個是美中貿易 第二是朝鮮問題 第三是香港問題 沒有人知道在香港問題裡頭 雙方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一個共識 但是川普的說法說 與習近平就我們巨大的貿易協議 進行了很好的會談 正式簽約正在安排中 談到了朝鮮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正與中國合作 還有香港問題我們也取得進展 到底香港問題的進展是什麼 外界有些推估 待會我們談到澳門回歸20週年的時候 我會為大家做出分析 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問題 目前為止呢 朝鮮看起來蠢蠢欲動 朝鮮和美方可能本來要舉行的會談 目前沒有任何的進展 美國也派出了特使比根 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朝鮮很可能送上一個 夜代禮物 這是路透社的報道 美軍說他們已經做好一切的準備 半島的情勢 在2019年的歲末 似乎又來到了一個緊張的局勢 在這個情況裡頭 川普拿起了電話 和中國國家主席 他當然希望作為一個老大哥的習近平 可以扮一定的角色 儘管他了解現在中國和朝鮮的關係 跟當年並不完全相同 但是雙方到底在朝鮮達成了什麼樣的協議 值得注意 而中國目前在安理會所提出來的主張 是解除部分對朝鮮的制裁 有助於打破美朝的談判僵局 平安南道山區併天雪麗 但楊德駿的溫泉度假村熱鬧滾滾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自為這座 剛剛鋸躬的溫泉箱開幕剪載 還到溫泉池旁 與前來泡湯的民眾畫假場 朝鮮社報導 在國際制裁下 這座度假村去年11月開工 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 是克服種種挑戰才獲得的輝煌成果 金正恩視察時還一直強調致死其力 除了鼓舞明星士氣 也一再提醒美國人 北韓要走自己的新路線 即便這條道路有多麼的孤單 他肯定很喜歡輸出飛機 對嗎? 那是為了我稱呼他們 飛機人 現在我們有最強的軍隊 我們最強的國家 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希望我們不會使用它 但如果我們做的話 我們會使用它 又是火箭人 又是準備動武的 川普在稍早的北約峰會上 遇待威脅 對北韓進來的躁動 有些不耐 今年以來 北韓共進行13次的試射活動 這包括大型制導火箭炮 北韓版伊斯坎德爾斷層導彈 還有一枚潛射的北極星三型 北韓以最低限度的挑釁 要求美國加快推進無合法談判 以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 事實上 早在今年4月 新一屆北韓最高人民會議的演說上 金正恩就下了最後通牒 要美國在年底前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雖然美朝在10月初 與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有過一次接觸 但最後還是坦白 而隨著年底時間的臨近 北韓也越來越沒有耐心 頻繁的試射活動也讓美國在過去一個月 出動至少7種不同的偵察機 監控著北韓的一舉一動 這讓雙方又進入邊緣政策的博弈 川普再稱金正恩是火箭人後 北韓也回降川普是老換點 頻朗眾高官更透過官媒提醒年底的最後期限 並警告美國想要收到什麼樣的聖誕禮物 決定權在美國人自己手上 北韓的美國給出聖誕禮物 大陸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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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 但在12月8號與13號 平朗兩度宣布在東昌裡進行重大試驗 美國北緯38度網站也公布東昌裡活動最新的衛星圖片 證實了北韓官方的說法 北韓在2017年年底試射的火星15洲際導彈 使用的是需要時間加注的一體燃料 外界分析認為 北韓這次是進行了新的兩級發動機試驗 可能用上了更機動性的固體燃料 試驗後 人民軍總參謀長蒲正天發表談話 指新的試驗將用於另一戰略武器開發 以遏制並牽制美國的核威脅 這是美朝自2018年接觸以來 北韓再次使用戰略武器與核二致力的說法 北韓以臨近恢復核導試驗就差在沒有試射 這讓川普緊張了 我們在看它 我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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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一直以暫停北韓的核導試驗 作為他解決半島問題的階段性成果 卻沒有在無核化談判上取得進展 北韓這兩次的發動機試驗 衝擊的不只是川普的外交成就 更可能影響他連任競選的選情 因此,美國的半島談判特使比根本週緊急前往南韓 在會見文在寅和南韓半島特使後 直接向北韓喊話 比根說 美國的日程裡沒有年底期限 但他仿韓長達三天 是希望在此期間即使與北韓在板門店恢復對話 但等了三天 北韓卻一直沒有回應 比根一無所獲 轉往日本與大陸 企圖做最後的斡旋與立場協調 而大陸與俄羅斯在聯合國出手了 17號凌晨 共同向安理會提交了政治解決半島問題的決議草案 草案中除了呼籲盡快恢復六方會談 並肯定各方在過去推動半島無核化的努力 特別是北韓炸掉了縫隙禮核實驗場 並暫停所有核島實驗 草案中就建議要給予北韓應有的獎勵 包括解除對北韓賺取外匯的雕塑 海鮮與紡織品的出口禁令 並暫緩執行北韓海外勞工的遣返 此外南北韓已簽署多個鐵路對接合作案 都因聯合國的制裁而無法動工 這次的草案裡也建議給予制裁豁免 中俄的提案意在安撫北韓 避免半島回到2017年的戰爭邊緣 目前尚不知決議草案何時表決 但安理會裡的西方陣營不置可否 態度曖昧 而17號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48週年 大批平壤市民貿雨前往萬壽台顯化 金正恩也前往錦秀山太陽工產業 在這特殊的日子北韓釋出了新訊息 參加者們 沙徑您和將軍您的聖書人 聖書人的聖書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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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中央台在當天的報導中說 要實現智力更生的繁榮新時代 似乎意味著北韓選擇了新路線 一度急著要美國重回談判桌 北韓這回又不急了 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晚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 而週五深夜 川普又給習近平打了電話 除了確認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議將安排簽署 兩人也就半島問題交換了意見 顯然華府正尋求北京加大斡旋力度 中俄解除部分制裁的安理會提案能否順利表決 或讓北韓滿意尚不得而知 但金正恩稍早兩度騎著白馬上白頭山 一過去的經驗都是北韓重大政策轉變的前兆 隨著給美國最後通牒的年底大線到來 北韓勞動黨將在年底舉行七屆五中全會 屆時這新路線或許將更加明朗 NASP 品牌 在香港的抗争之后 刚好葡萄牙过去曾经占领的澳门 回归中国20年 葡萄牙和澳门关系和香港正式的 透过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是不一样的 过去它等于是占领 中国政府到最后因为国力衰弱 某个程度同意了葡萄牙在澳门的永驻管理 澳门在葡萄牙过去占领的总共446年 或者是永驻管理的446年以后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直到后来回归 尤其是博彩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赌博业 正式的开放之后 澳门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 而就在香港抗争的时期 澳门静悄悄的 它成了最好的一国两制的钢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号 正式出席了回归20年的仪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处处可以看到澳门如何变成 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些镜子 或者是对照版本 首先一系列的汇澳 也就是对于澳门的优惠政策 一系列出台 包括可能的人民币的结算中心 或者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发行股票 有些人会委员耸听着说 中国准备拿澳门来取代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了解国际金融中心 或是了解什么叫做自由贸易的人 都会知道 这种事情就人才 就长期的法令管理来说 没有几十年是不可能形成的 所以香港曾经是一国两制最主要的橱窗 当时的窗口是面向台湾 希望台湾看到了香港以后 可以支持一国两制 现在倒过来 澳门变成一国两制最好的版本 然后对照给香港人看 都是他主要的轮廓 这里是澳门 2019年12月20日 澳门特别行政区迎来了20岁的陈年礼 从数字看澳门的经济成就 确实沉积悲然 澳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519亿 增加到2018年的4447亿澳门元 上升超过7倍 澳门的本地人均生产总值 也从1999年的12万 增加到了2018年的67万澳门元 增加超过4倍 位于世界前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 澳门在2020年 有望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 人均GDP有可能排在世界首位 很难想象 一个原本面积不及上海浦东机场的小岛屿 靠着填海造地 中央让地 竟缔造出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 累积财政余额增长了193倍 外汇除去增长6.2倍 居民失业率降至1.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月18号第五度踏上澳门 这次是他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三天内一国两制 是他说的最多的词汇 面向青少年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是声明 家和万事兴 和气志祥 讲团结 重协商 不争傲 不内耗 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扰 在香港因为反送中持续跟北京对抗的气氛之下 习近平对澳门的赞誉有加 别有弦外之音 广大澳门同胞深刻认同 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虽然距离半年来因为反送中示威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暴力事件频发的香港紧溢水之隔 不过习近平在澳门三天的谈话中都没有直接对香港局势表态 只是美剧赞扬澳门的话语听来更像是对香港的警告 纽约时报这样形容 在北京眼中顺从的澳门是香港的榜样 这一点中国官媒与纽约时报所见略同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 长期以来澳门一直是中国统治下 两个前殖民地中更顺从的那一个 据当地民众和历史学家表示 背后原因与葡萄牙和英国殖民政府的不同政治文化 以及处理主权移交的不同方式有关 回归临近时 葡萄牙给予1982年以前在澳门出生的人 及其亲属公民身份 那些不愿接受中国统治的人 可以前往葡萄牙或是其他欧盟国家 但在香港民众获得的是 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没有公民身份 这让抵制北京成为了香港人 关乎存亡的斗争 澳门的不同之处还在于 它是中国唯一赌博合法化的地方 并创造了庞大的经济利益 自2008年以来 政府每年向民众提供现金补贴 今年的人均金额相当于1246美元 为了让澳门能走得远 做得好 避免仰赖单一的博彩业之称 北京拟宣布系列的汇澳措施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相关政策包括了推动澳门发展 以人民币结算的股票交易市场 加快成立人民币清算中心 而该交易所将重点吸引初创企业 和普宇系国家到当地上市 避免与邻近的香港跟深圳直接竞争 以及分配部分恒情的土地 给予澳门发展教育及医疗 不过包括华尔街日报跟英国BBC都认为 让澳门这个安分的弟弟 在香港面临政治危机之际 可能被提升为金融中心的想法 经不起推敲 华尔街日报指出 就国际银行业活动而言 香港一地仍领先于中国大陆的总和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在香港开展业务的银行 拥有总计约140兆美元的国际资产 相信之下 在中国内地运营业务的银行 拥有的国际资产总计不到100兆美元 澳门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远远落后 只有约超过15兆美元的国际资产 此外金融体系中国化问题在澳门更突出 今年年中澳门银行业资产中 归属于中国大陆的资产占比 从2009年的4.2%上升至40.8% 上升速度比香港快得多 同期香港银行业资产中归属于中国大陆的资产占比 从11.4%攀升至29.4% 信用评级机构会遇国际评级 将澳门的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理由是在经济和治理方面 澳门的步伐与中国越来越一致 安德斯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陆修权 接受BBC访问时说 利用比较听话的澳门来取代麻烦的香港 这个主意在理论上不错 但至少在短期内比较难实行 他指出香港能够成为成功的金融中心 除了临近中国 也因为它是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体 法力制度也沿用了主权移交前的普通法 作用丰厚的投资资本 这些都是澳门没有的东西 在华人世界里 港澳向来都被视为一体 从名称也能体会到双臣实力差别 大香港小澳门 澳门的光芒长期被香港遮掩 但澳门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拓展土地面积 发展多元产业 虽然短期内要取代香港为时尚早 但在香港动荡威胁的情况下 澳门未来得到中央更多关注 更多政策的倾斜 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美国总统川普 他同时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进行了谈话 但是也批准了国防授权法 最后国防授权法里头 有一部分跟台海的安全维护 密切的相关 而另外一部分 中国大陆也在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之间 有些部分必须竞争 有些必须合作 一些部分可能会冲突 当然这个冲突跟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随时可能互相毁灭的情况 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最新的值得注意的 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重大发展 是航空母舰 很多不了解军事国防的人 不了解航空母舰对中国的重要性 对中国而言 如果他们要发展一带一路 如果要发展更强的 国际性的军事防卫力量的话 航空母舰很重要 而如果过去并没有所谓 国产的航空母舰 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辽宁舰 花了非常多的钱 但这艘辽宁舰是前苏联时期 在乌克兰的舰艇 而这个航空母舰最后被买下来 在中国进行了改装 所以中国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第二艘航空母舰倒是 全部都是中国国产的 它被命名是山东舰 但不要以为中国的航空母舰 已经代表跟美国相同的力量 虽然美国纽约时报如此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说 喊山东舰的服役 就是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交付仪式 这个服役呢 代表了中国对美国海上地位的挑战 对于中国的崛起 以及军事的挑战 美国一直视为 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国防议题 以这一点而言 山东舰仍然被美国全面的报道 包括解放军海军官兵 与航母建设单位代表约五千人 列队海南三亚军港 大陆首艘国产航母 满期高悬 历经密集的九次海事 在十七号正式交付成军 这是一个里程碑 习近平亲自出席交付仪式 以大陆海军舰艇命名规定 巡洋舰度位以上的级别 是省或直辖式之母 首艘国产 也是大陆第二艘航母 就命名为山东舰 全号是辽宁舰16之后的17 习近平将八一军旗命名证书 分别授予山东舰舰长 政治委员 大陆首艘国产航母 是在2013年在大连开工建造 2016年航母接近官兵进驻后 在2017年4月26号正式下水 并在2018年5月13号 进行首次出海试验 山东舰是在大陆首艘航母辽宁舰 也就是从乌克兰手中购得的瓦梁格号 以设计图纸进行逆向工程的成果 但舰上上千万个零部件 全部都是大陆国产制造 就拿这块我手里边 小小的这么一块钢板来说吧 不要小小它 它可是建造航母特殊的 航母专用钢之一 而且它的强度和韧度 要比建造普通的大型的轮船的钢板 不知道墙上多少个数量级 那么在航母的舰载机 着舰的时候产生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在这上面可能连一个白点一个痕迹都不会留 京关有了辽宁舰的试验 但这些细微的变化 让山东舰在一年半里进行了九次海上试验 上个月中从大连港南下 没人预料到是准备前往海南交付成军 但首次经过台湾海峡 恰逢民进党宣布蔡莱佩 即便没有武装的山东舰 能被诠释成北京企图影响台湾大选 但大陆首艘国产航母动向还是备受关注 美日军舰都一路跟踪到南海 而受关注的原因是山东舰成军后 大陆宣告进入双航母时代 这在军事战略上有重要的意涵 以目前美军在全球的航母部署来说 服役中的十艘航母 一半基本上是整修补给 另一半才是投入巡航战备 而现在大陆的双航母 是刚刚达成作战编组的基本配备 强化了军事存在 不会有战力真空状态 在17号舰交付海军形成作战能力以后 我们会有双航母战斗群 那么双航母战斗群可以形成实战 应该说在我们解决周边的一些 领土归属海域化解的问题上 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在战略防御里头 对强力我们也有形成很强的制约能力 大陆海军专家引着谈的 是强制隔离作战 双航母作战配备的军事存在 可牵制美军射入台海或南海 可能爆发的战争 但相比纽约时报将三东舰服役 视为对美国海上地位的挑战 另有分析认为 即便当前是双航母 但全是常规动力 在后勤补给上 不可能做到全球平临投放 然而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 大陆已建构珍珠链的港口战略 这势必为解放军创造补给线 将军事存在拉长到北印度洋 保障海上贸易和人员运输的通道 而大陆海军当权的建军方向 是近海防御结合远海防卫 在有了三东舰国产的经验后 大陆在航母的建造上势必提述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认为 解放军海军将继续发展 成为一支全球领养 能够在越来越远的范围内 执行任务 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战略 到底是对还是错 是否出现了财务陷阱 这是很多西方媒体 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很多地区的一带一路 所给予的抨击 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斯里兰卡 2015年亲中的候选人落败了 2019年的11月16号 总统大选正式的新出炉 新出炉的还是亲中的总统 也就是说斯里兰卡又再度回到了亲中的势力 在2015年那一次主要的候选人 就是抨击中国在当地的一带一路的建设 使斯里兰卡失去了很多 对于经济港口的主控权 而且留下了很多的债务 斯里兰卡就称西兰 是森切罗雨中的乐土 它还有着一个美丽的称号 斯里兰卡 The Pearl of the Indian Ocean 今この国を舞台に アジアの大国中国 そしてインドの熾烈な駆け引き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ます 巨大プロジェクトを次々と進める中国 これに対し隣国インドも激しく追い上げています 距离印度 近30公里的斯里兰卡 地处北印度洋 战略通道是东西海运的十字路口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在印度眼中 大陆的一带一路共享 就是要包围印度 印度洋の沿岸国では 中国が巨大経済権構想 一带一路を掲げて パキスタン モルディブ スリランカ バングラディッシュ ミャンマーなど インドを取り囲むように 港や空港などの インフラ整備を進めています これはインド包囲網となる 真珠の首飾り戦略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令印度有如盲刺在背 随着2015年 清中的总统败选 印度找到了机会 不过11月的总统大选结果 这个曾经试图 向印度靠拢的国家 看似又将重回中国怀抱 シリランカ's new president received a raucous welcome as he arrived Kotabe Rajapaksa was defense secretary and his brother Mahinda was president when the 26-year-long civil war with Tamil Tiger separatists ended in their defeat 10 years ago Gatabaya 已超过五成的选票 拿回哥哥四年前 失去的政权 选后四天 任其尚未满的总理 自行宣布下台 Ranil Vikramasinghe went on television to address Sri Lankans about his decision to step down Even though we had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we accept the mandate received by Mr. Rajapaksa and decided to allow him to form a new government as he wishes On Thursday President Gotabe Rajapaksa will swear in Mahinda as prime minister His assent to power could also signal a shift in foreign relations Rajapaksa is also seen as being close to China While Vikramasinghe wants to reestablish stronger ties with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ally India 即使印度总理莫迪上任之后 积极开展与斯里兰卡的关系 甚至拨款三亿卢比 协助贾夫纳 国际机场升级 不过作为北京雄心勃勃的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部分 中国老早就在此布局 2009年まで続いた スリランカの内戦 中国はスリランカ政府に 武器を提供して 存在感を高め 内戦終了後は スリランカ最大の 援助国となりました コロンボの政治経済の中心部では 大規模な港湾開発が進んでいます 日本円で1500億円を超える 中国の投資は 中国の融資で賄われ 金融街や商業施設が誕生します これはコロンボの国土地区 コロンボの国土地区 はオブオーの地域について アオブオーの地域について 不过不是所有的中国投資 都除了預期 像是スリランカ南部 汉班托塔港 日本NHKは 日本の国土地区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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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ew government pledged to review the Chinese funded projects but there was little the politicians could do you'll be paying for 400 years you're the loans 最後是这么解決的 これはNHKが入手した港の利用に関する スリランカ政府と中国政府の合意文書案です 債務の軽減と引き換えに 中国にハンバントタコの99年間の運営権と 治安警備の権限を与えると明記されています 此後 汉班托塔港就成了外媒口中 中国债务陷阱的最佳犯例 時不時拿来警告 一带一路 沿線各国 千万比上当 中国は一带一路を推進するため 各国での道路や鉄道 港などの建設に巨額の融資をしてきました その一方で過剰な貸し付けを行い 返済できない場合には 重要インフラの使用権などを 担保として支柱に収めるケースも 特に国際社会の警戒感を強める結果となったのが スリランカのケースです アメリカのシンクタンクは 一带一路の沿線の国のうち ジプチ、キルギス、ラオスなど8カ国は 債務が返済できなくなる懸念が強いと指摘しています 对于中国的疑慮 加上内局不必侵 重用家人 亲信担任大位 家族全力一把抓 最终引发人民反弹 ハイマヒダ丢了政权 那么这一次 身为弟弟的ゴタバヤ 怎么还能赢呢 今回の選挙でも 一族による独裁的な政治に逆戻りすることに 嫌悪感を抱く有権者も多く 一時は劣勢とも伝えられていました ところが その流れを一変させたのが 今年4月に起きた 同時爆破テロ事件です 治安対策を掲げるゴタバヤ市への指示が 一気に広がったのです 私たちの民族を持っている 私たちの民族に 私たちの民族が 私たちが 私たちの民族が ゴタバヤ市への勢いは 私たち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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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の民族が 私たちに 来做文章 因为即使在四年前 质疑中国借贷 恐怕有损国家长期经济利益 而胜选的前总统 这四年间也没有拒绝中国的投资 10月底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陈学园 提出数据 反驳外媒债务陷阱的指控 陈学园说 根据斯里兰卡央行的报告 在2018年底 斯里兰卡外债约为520亿美金 其中中国占60亿美金 仅占约11.5% 且很多时候 斯里兰卡政府根本是用 从中国借来的低利贷款 偿还西方国家借来较高利的贷款 所以中国才是在帮助 斯里兰卡走出债务陷阱 依照斯里兰卡央行公布的数据 斯里兰卡2018年债务份额 占GDP比为82.9% 与这相比 泰国为41.8% 缅甸49.4% 印尼则是29.8% 11月底新政府以油损国家利益为由 表示有意收回租借给中国的汉班托塔港口 总统说他会试着和北京交涉 要不然后代子孙会为此重他们 しかし専門家は中国との関係が今後 再次回到文献的世界中报 文献的世界中报 文献的世界中报